又要住得好又要買得到 修辭學常是運用了對偶裏面的寸對 字數一樣結構相同 詞性和概念互相對應 串連起兩個買樓的相連要求 住得好和買得到 住得好未必買得到 買得到又未必住得好 所以需要同時滿足 如果住得好和買得到兩個要求 那又有多少選擇呢 Ben Sir看樓團是你的 Trop Guard Ben Sir, 為了測試今集的單位 真的做得到又要住得好又要買得到 我決定找些好姐妹幫忙, 出來 來… 學士學費, 明必是非 不過這樣吧, 我們是非正存在 關Ben Sir來什麼事呢? 我們這一代是第一代的 學士學費成員 對, 比我早早 而且你才知道她是新一代 擊敗了劉華和古仔的楊過 看不出來 旁邊的這一位就是… 標慶 標慶 很好 我們不要提往事 我們向前看 看看後面, 看到什麼 樓 踢 軟一點… 斜路 沒錯, 就是斜路 我們今天看的單位 就是在這條粗心大意的斜路上 各位濕滑的是非正, 我們上 其實我很乾淨 對, 濕滑的是誰呢? 來吧 這裡405呎兩房間隔 隨便看 對, 對於那些不太煮飯的人來說 做一個開放式廚房就好 不要浪費尺數 對, 那些就是你, 不煮飯的人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什麼? 八桌 為什麼? 你走完一點看看 感覺到這個生活品味嗎? 出來了是不是? 是不是很有感覺? 六號…你來了, 來吧 這裡業主一加三口 加一個工人加一隻狗 形成這個安樂窩 因為寶寶日漸成長 這個安樂窩不夠大 所以就要賣樓了 不要管太多了 寶寶仔, 時間到時候吃拉拉了 你想誰餵你? Semi姐姐? 家綺姐姐? 還是美恩姐姐? 我不是 餵奶之前 不如回答姐姐的問題吧 你回答姐姐 這間房間用來做什麼? 工人加一隻房? 還有雜物房 寶寶, 你做得很好 家綺姐姐教你 你爸爸媽媽很疼你 但是你長大了 有很多地方玩的 而且有很多雜物房, 是不是? 是呀, 乖 我不同意 因為來到這間屋 寶寶, 你沒有份住了 如果我和家綺的話 一人一間房也不錯 不過如果更理想 是我一個人住 然後打通兩間房間 空間這樣是不是很夠呢? 寶寶, 雖然這裡 是中半山高尚住宅區 但是姐姐也很猖狂 你說什麼? 問題就是這裡旺中大靜 走下去有商場和寫字樓 上面就是住宅區 大家旁邊輪寫, 左輪有你 最適合發展寶寶的人體關係 其實也很恐怖 好, 你們, 上車盤有什麼要求? 最重要是屋苑可以先養舊 第二, 就要一個涼房的單位 因為我一間房 九九一間房是否很完美呢? 第三, 交通方便 聽到這裡, 大家明白我上不了車 是吧? 我本身因為我從小到大住新界 我經常都很希望上車盤 都可以望回海 是的, 我是放棄了 所以我就希望 譬如我買樓的時候 我可以省下裝修費 裡面已經很企理 我應該買新樓好 還是二手樓好呢? Ben Sir 寶寶仔剛才跟我說 上車就最好利用手指機會 借盡它九成 九成就可以限於樓價四百萬之下 如果樓價是七百萬至一千萬 只可以借到六成 即是上限五百萬而已 這一層樓是多少呢? 大約六十萬 一層樓價也超過二萬元 比起同區來說, 算是低的 對 所以如果想在廣島區 或者是中半山區的話 上車首期就要做足一點 如果新樓的發展商 提供了樓宇按揭 那是否會好一點呢? 我們不如有請 我們的物業投資專家 Ben Sir的朋友King Sir 跟我們講解一下 King Sir 其實你可以走開 坐在這裡, 不是你氣地 對, 發展商為了加快推判 很多時候內部的財務公司 借了錢給買家 譬如說你拿一層一千萬的樓 拿著五百萬手期 哪有這麼多?拿著二百萬 怎麼上車呢? 唯有發展商借了錢給你 借了八百萬給你 你就上車了 幾位開心和女朋友都可以 但是也有不好處 頭兩年息口差不多 跟市場差不多 但是兩年之後 息口到五、六年 到時供樓都供到氣喉 好, 你記住, 兒子 我是萬古最涼爽的美女 但是我只有很平凡的夢想 就是和我心上人作一個愛 agrad 上天,很幸運,讓我遇到她 就是來自香港的BanBan 我叫她BB BB很疼我 還買了個450呎的單位 跟我一起住 我問她多少錢 哇哇哇 要兩百八十萬港幣 還花了很多錢買漂亮的傢俬 我很感動 今天是我跟她拍拖的紀念日 我決定親自下廚為了BB 余小姐,你今天穿涼鞋 到了我家了,請進來參觀一下 這是什麼聲音? 這些聲音沒什麼,很安全 這裡有幾個骨子?有多大? 這裡有350呎,一廳一房 Sir,不是450呎嗎? 那是多少錢? 這裡是泰珠280萬 在港幣是70萬 不是280萬港幣嗎? 泰珠太妹都騙了 但是這裡的傢俬和裝修 是不是花了很多錢? 傢俬、裝修、電器 加上泰珠太妹也是送的 傢俬和電器不是你選的嗎? 不… 這裡的間隔挺有趣 用玻璃隔著房間和廳 空間就比較大 我們看看主人房 一張大床 不要心急,我們進去廁所看看 用室雖土的色 一個人剛剛好 如果你說兩個人 就可以善用到空間 不過這裡的理事區也不算很近 有個女人 沒有,她是我新請回來的終點太豬 鍾義成在這裡 不過我貪她夠勤力 請她一個小時,她做足你十小時 你繼續買東西吧 余小姐,我們去陽台那邊看看 她的好感覺 Sir,我不是你的女主人嗎? 余小姐,出來陽台看看 這個感覺是不是很有感覺? 是,不過租金比較便宜 因為這裡始終市區比較遠 是不是香港的純粹? 粉嶺,曼谷不斷向外發展延伸 好像有一區都有鐵路 乘車去四面佛三五分鐘而已 遲幾年,這個區就會變成沙田 租金方面,我給你一個套餐 你租我這裡 我送一個男主人給你 再加上我的終點太豬 不用了 不,Sir,我只是供應你 不要傷害,不… 我… Benz Sir,我們是不是走錯路? 這裡是木樽市場 我來買店 你要留住一個男人的心前 你就要留住他的胃 同樣道理 你想沽著業主的心 你也要鎖住他的胃 是,我們接下來看的單位 就在大阪市浪速去木樽市場附近 看單位之前當然要看正菜 我剛才走一圈,你聞到嗎? 我聞到很大股心味 很腥 是心味 Bella,那股氣味在裡面傳出來 我們進去了解一下 大阪在日本人心目中是天下廚房 而木樽市場更加是廚師的勝地 因為這裡販賣的食材 都是經過精挑細選 以前只是供應給各大食店 幸好在十年前開始 普羅大眾和遊客都可以來光顧 木樽市場每個月第二 和最後一個星期六都會舉行朝市 除了有更多種類的蔬菜 肉類和海鮮賣 還會變身做拍賣場 這間店鋪穿黑鵝和牛 它說和牛的錢都跟古業一樣 在海裡變的 沒錯… 很多人吃就很貴人 那是鮮驚鮮的 一千五,一千五,很緊張 二姐… 有人二姐嗎? 一定要買到 要多少錢… 三千… 三千… 這個哥哥很快 你看,他很空閒 你說的? 怎麼都沒有人理會你? 三千五… 恭喜你 對… 你整個市場投的回來 對,我一輩子去投… 投什麼投和牛 但我告訴你,你們比平均的市價 賣貴了 不要緊 病神,恭喜你 對,大家給面子 大家給面子 整個投這個位置 對 你真的很給面子 其實只有你們兩個搶 我們自己兩個… 雖然我們平時看地產商 投地投得多 我們沒辦法 我們投和牛 對… 對… 自己和牛…自己和牛自己投 對… 每一次的招市 都有特定的店鋪舉行拍賣 除了和牛之外 還有發發聲很新鮮的海鮮 都是一百日圓起 多大都投幾條 吃著刺身來看樓 這樣才夠潮 老奧啤,不要跟我爭 不知為何,這裡只有二百尺 明明一眼看完 一房一廁所一廚房 但是隔著刺身去觀賞的時候 好像二千尺豪宅的享受 雖然這裡沒有豪華的裝修 但是勝在近木津市場 好像住在天堂旁 可惜,這裡只有九層樓那麼高 你說如果一戶見樓 我馬上踩一輛單車 騙出去買菜 我恨,為何這裡這麼高 高得要坐電梯 我恨,為何這裡這麼便宜 便宜到九十八萬 還要被人買了 我恨,為何這裡小過二十五平方米 搞到一年 只可以經營一百八十日的民宿 我恨,為何只買了一粒茄子來吃 我恨,我想跟你說 蛇的路,縮的路 今晚就要蛇子乖 爸爸,做超人 好,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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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來,來 好,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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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來,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